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话 小杰他们利用网络上的情报 寻找换宁旅团的人 想要得到情报需要大量的金钱 小杰把猎人执照拿去当掉就有钱了 在街上,小杰利用您 看到一把刀散发着气 奇亚从中看到商机 他们透过您寻找很多宝物 再拿去拍卖换钱 他们的物品需要竞拍价格才可以得到 但是,他们想要的物品 都被一个叫先派的人抢先 结果他们只取得三件物品 当他们打算卖掉的时候 有个人走进来 因为商人打算欺骗小杰他们 他打开那个木箱后 里面竟然全是金银财宝 原来这位大哥就是先派 先派得知小杰他们想竞拍贪婪岛 寻找父亲 先派突然想成为小杰他们的鉴定师 帮他们赚钱 他说自己是鉴定师 现在很会看人 他想有机会要和小杰他们共事 这时,雷欧利找到幻影旅团的线索 他决定把拍卖品交给先派拿去换钱 小杰他们跟着情报 来到真女郎和武士的附近 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下手 奇亚说他爸爸之前杀过旅团的一个人 但非常划不来 从此之后,他命令家人不要对旅团的人出手 感觉有两个西索坐在那边 旅团的人在观察周围 他们应该是等待猎物支头罗网 他们知道小杰在跟踪 但不知道方向 团长也透过手下的猎人执照查到了尼翁 还有他那预知力量 尼翁爸爸也来送他女儿回家 还说拍卖会今天晚上会重新举办 因为时老头已经请了专家解决幻影旅团 那就是周迪克 也就是奇亚的爸爸和爷爷 库拉皮卡可以加入杀手团队 团长换上西装也离开了 那时,武士和真女郎开始行动 跟踪就由奇亚和小杰 雷欧利就要联络先派得知拍卖结果 旅团的人把小杰和奇亚引来了废区 突然,武士接到电话就知道小杰的位置 原来小杰他们早已被另外两个人跟踪 奇亚高速移动还是逃不掉 然后就把小杰他们带到旅团的大本营 奇亚看到西索就有点放心 因为他知道西索不会让小杰那么快死 然后就说他们认识西城鸡女 在拜索瓦那时候 武士也想跟小杰比一比 他把小杰的手拍到红肿 还说起沃金被杀的事情 他与沃金是非常好的朋友 发誓一定要干掉库拉皮卡 小杰觉得他们也是重情重义之人 然后小杰就拜赢了武士 金法妹在途中调查他们的记忆 并没有找到锁链人的记忆 这应该是金法妹的能力 幸好他当时没有联想到库拉皮卡 由于调查到不关小杰他们的事情 就决定放他们离开 这时武士说他想要小杰加入换营旅团 当然小杰宁愿死也不要加入他们 他先留住小杰他们 并等团长回来推荐给他 因为他的性格很像握金 现在旅团的人拿着资料去调查库拉皮卡的黑社会 武士摆好架势 只要奇亚已进入攻击范围就会被斩杀 吓得奇亚只好乖乖走回去 这时小杰想到妙招 从左右两旁的墙壁破洞逃出 等武士出来他们打算暗算武士 这时武士使用禅和练的高级技巧 名为猿 是可以把自己的气扩展到自己所需要的范围 然后敌人一经过猿就可以清楚掌握 但奇亚和小杰早已经离开很远了 小杰他们必须提升自己的念能力 才可以与旅团的人对战 奇亚打算去询问库拉皮卡 李翁在购物的时候突然消失了 库拉皮卡也来到暗杀团队 奇亚的爸爸和爷爷都在这边 爸爸名字叫西巴 爷爷叫杰诺 由于今晚照常举办拍卖会 连警察也帮忙检查可疑人士 有客新市长的选举资金就是嗨社会给的 原来尼翁跟着团长进入拍卖会 库拉皮卡打算用自己的宗旨链寻找尼翁 团长也想尼翁帮他占谱 写上团长的名字 库洛洛 然后就可以开杠 占卜的内容是由四到五首四行师组成 预言是当月第一个星期将会发生的事情 团长看到内容都流下眼泪 因为内容非常准确 他们前往拍卖会场的时候 团长把尼翁打晕 并说这是诺斯拉家族的千金 请叫救护车 这时暗杀团队其中一人已经看到是团长出手的 库拉皮卡叫他老板和女儿一起离开这里 因为拍卖会将会变成战场 那位暗杀者正找到团长 而且这次团长让旅团的人大干一场 可能是为了纪念卧金 暗杀者很快就被团长给杀了 黑社会已经被旅团的人杀了清光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记得留守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